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报道 川普 特朗普正在考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部署军队 拘留和遣返而非白民 到底法律上允不允许 有的媒体是这样说 说川普可以是允许的 说可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以释放资金和资源 甚至用于移民 他可以说 可以发布类似的审明 将国防部的资产重新拘留设施和运输 判断法还允许军队在必要时协助恢复公共秩序 这意味着民兵法在获得法律授权情况下不适用 虽然存在争议 但他之前曾被用于边境支持角色 而且国家紧急状态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自由财量权 批评者可能会反对 但从现网来讲 这些权利赋予行政部门工具 不管喜欢与否 可以在没有国会 新批论情况下授权军事介入边境 你通过这你可以看到 美国什么都是法律 讲法律 不管你做总统 你怎么的 你也得要根据有可查的法律 否则你内容所有的做法那都是非法 不能做非法的事情 必须合法的事情 如果合法 就得从美国的法律里头 找到的关键 各个条款你来引用 你怎么看 林女士分享一下 就是像路德先生之前给大家的概念 其实就是在美国的国内 就是不能动用军力嘛 那只能这个军只能是在国外 对于其他国家的运用 所以当他说可以授权军事来介入边境 不知道他的那种界限是什么 不过可以看到以这个国家紧急状态法的状态 就是他们会去找相关的法典 毕竟在200多年来他们所遇到的种种状况 那这一些状况怎么样去运用 他们可以运用的资源跟资金 然后真正在运用的时候 并不是变成是个人强权主义凌驾于整个国会 或者是去凌驾到整个百姓的福利 而是以整个国家现在面临的紧急状态去做相应的处置 那这个处置之后 他虽然授权这个边境的军事 那么这个边境的军事解决以后 边境的问题解决之后 那么是不是会一定会他们会有监督跟控管 那在这个部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公共秩序 所以才会在可以适用的法典 然后可以去让总统去授权的状态下 才去做这种紧急这种发布的 那可以想见的就是像前两天那个拜登政府 他其实也是对于国家紧急情况法有做一个 这个是国家的紧急状态嘛 那另外一个国家紧急的情况法 他其实也是一样对于一些中共投资的证券的部分 他也就拜登政府他也有发布这种状态法继续要持续 为什么因为中共他就利用美国的这些资本所提供的资源 然后这些资源其实是来自美国的 但是中共是拿来中共自己的军事情报 还有自己的安全机构去发展 然后他这样子的发展其实是威胁到美国的本土跟美国的这些 包括海外的军队的 所以我相信他这一个法典如果说你是威胁到美国的本土 还有美国的各个战略的话 其实这个国家的紧急这一些状态法其实就可以去运用的 所以美国他在每一个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美国其实本身在架构这个宪法 还有包括这个选举的规则 其实本身就有很多的防护了 包括他们的那种众议员跟参议员的这种选举 有的是两年的 然后他们是会互相错开的 然后有的是选举人票的制度 那像华盛顿特区有三张选举人票 那这一些的购置跟华盛顿特区 他其实只有一位众议员 那这个众议员其实是没有投票的权利的 但是这样子的设计 跟他整个国家的对于这一些民选总统的制度 然后怎么样去审计他的那种票数 还有他的这个投票人 这种选举人票的这种制度 我觉得这个都会让其他的国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一个国家对于这一些选举方面的考量 还有宪法方面的考量是更为深入的话 他们的复杂性其实是一种另外的保障 表面上是复杂 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这种 又因为各个州又有各个州的选举 那这些各个州的选举 各个州又有州的参议员跟中议员 那这些参议员跟中议员又需要符合各个不同州 他自己州的宪法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美国 他们在这么大的这种美国的法典之下 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 我们难以计数的 那他们应该就是有自己的这种 记录这一些的这种法案法律的可行性 那这些都会是变成是一个执政者 他的一个利器 所以当一个执政者的背后 他有很强大的这种懂这些宪法 还有这些法律团队的人物 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的整体的那种行政 我相信是会有所加分 而且会满足现在对于南部边境这些问题 若得以很好解决的方案 谢谢 还有 还有一点 川普说 有可能宣布退出WTO 不是WTO 是WHO 世卫组织 你觉得这个同不同意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事 你觉得是不是好办法 我觉得这个他的这种做法应该会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这一次的声明 他是有提到说 他也是因为整个那个美国的 比如说大流行病的这种趋势跟大流行病的宣告 要跟WHO绑在一起 也就是说 世卫组织宣告什么 或者是美国要宣告什么 是大流行病 他必须跟世卫去做一个配合 那三行试驾是不是 就是美国的这种CDC就会被世卫去左右 这个我是不得知 不过感觉上川普他觉得说 如果对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种CDC 他没有办法真正去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安全 那你又投入到世卫 那世卫美国又每年给予这么多的补助 那这么多的金额在世卫 但是实际上 你看上一次的COVID-19 受在最严重的居然是美国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要解决 也一定要解决 而且大家也一直从各个新闻当中都已经知道 除了路德先生的顶级情报之外 披露世卫的种种腐败跟这些诟病 那这个其实我相信情报界对于提供给川普的团队应该也是都会有这些讯息出来的 那么川普总统他先有这样子的风声 然后我相信他们还会再去做更完备的声音 因为他的退出之后 他是有希望全球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组织来真正保护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民的健康 而不是像CDC完全的无作为 然后还让全球的那种疾病这样子去一些病毒这样去蔓延 那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应该会比之前川普政府说要退出所谓的气候协议这种组织 应该是会有更好的措施 就是他离开了这个国际组织 但是他应该是会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国际架构的组织去建构 那么他才会去这么去做 就是自己一点感想 你觉得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你觉得如果退出WHO的话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台湾就不会就是每年为了要争取进入WHO 就是都还要去做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因为就是每年你都要去纽约 但是实际上你都没有办法进去世卫 对不起不是纽约 是世卫 总是那去了这个部分 然后你要去跟他申请他又有很多的推托支持 那只要是中共不同意或者是中共加俄罗斯等等 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大帮结派的国家不同意 那台湾就没有办法进去 其实台湾在医疗方面跟在其他的国家 不管有没有外交的结盟 只要是台湾能够去救助的 其实都是尽量去帮助的 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新的国际的医疗组织成立的话 没有这些中共或者是这些邪恶的国家的干扰 那么大家才能够真正是把每一个国家的最新最好的这种医疗的品质 或者是研究发现去做一个最好的贡献 所以而且这种贡献才能够极大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会是不好的事情 卢德先生 好 我觉得肯定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穿起来把联合国都废了 你起炉灶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反正美国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打法 谁上来 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好 这就是巨大区别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结束 不要点赞分享 再见